《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许多瑞利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民事私下议论说,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随有一百只羊,失去其中的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留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找到了,他就欢欢喜喜地把羊刚在肩上, 他回到家里,请朋友和伦舍来,对他们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二人欢喜还大呢? 同样,那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 不点上灯,打掃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呢? 找到了,他就请朋友和伦舍来,对他们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上帝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他任意放荡,浪费钱财, 他好尽了一切所有的,又恰逢那地方有大饥荒, 就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甲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什么吃的。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故宫, 粮食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他父亲看见,就冻了慈心, 跑去拥抱着他,连连亲他,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伯人说, 快把拿上好的葡萄拿出来吸他穿, 把戒指带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毒牵来宰了, 我们来吃喝庆祝,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他们就开始慶祝,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时, 听见就乐跳舞的声音, 就叫一个同伯来, 问是什么事。 同伯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毒阻了, 大儿子就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你看, 我服事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 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枪技吃光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毒。 父亲对他说, 以呀, 你尚和我同在, 我所有的一切都善你的, 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所以我们你当欢喜庆祝。 奴家福音第十六章, 耶稣又对门徒说, 某财主有一个管家, 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我听到了, 你做的是什么事, 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 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作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呢? 坐地嘛, 没有力气, 土饭嘛, 怕收, 我知道怎么做, 好叫人们在我不作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地, 一个一个地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 一百桶油。 管家说, 拿你的帐, 快坐下, 写五十。 他问另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 一百石墨子。 管家说, 拿你的帐, 写八十。 主人就夸掌这不易的管家做事精明, 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 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易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宜, 在大事上也不宜。 若是你们在不易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 他不是恨者个爱哪个, 就是众者个轻哪个。 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 又服侍马门。 法利塞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 就嘲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 认为人以为尊贵的, 是上帝汉为可憎护的, 律法和善致都约汉为止, 从此上帝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废墟被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要容易, 凡邮妻另取的, 就是犯奸淫, 取被丈夫优了的妇人的, 也是犯奸淫。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西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燕乐, 又有一个土饭的名叫拉撒路, 混身掌创,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想得财主桌子上吊下来的碎食充饥, 甚至还有久来填他的创。 后来那土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就哭着说, 我祖阿伯拉罕呀, 可怜我爸, 请打发拉撒路来, 用纸头尖沾点水, 量量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 阿伯拉罕说, 孩子呀, 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 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却受痛苦, 除此之外, 在你们和我们之间, 有深渊隔开, 以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 要从那边, 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 财主说, 我祖阿, 既然这样, 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 他可以警告他们,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阿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世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他说, 不, 我祖阿伯拉罕呀, 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一定会悔改。 阿伯拉罕说, 如果他们不听从摩世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 他们也不会信服的。 耶稣又对门徒说, 伴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伴岛人的有和了, 人若把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伴岛的, 还不如把磨石, 山在他的颈项上, 雕在海里。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弟兄犯罪, 就劝戒他, 他若懊悔, 就遥恕他, 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头, 说, 我懊悔了, 你总要遥恕他。 伺徒对主说, 请加征我们的信心。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伙桑树说, 你要连根拔起, 栽在海里, 他也会听从你们。 你们当中, 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他岂不对仆人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捉上带子侍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伯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主人还借借他吗? 这样, 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要说, 我们是无用的伯人, 所做的本是我们该做的。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中间的地区, 他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说, 耶稣, 老师啊, 可怜我们吧! 耶稣汉健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 把身体吸制师检查。 他们正去的时候就结症了。 其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上帝, 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结症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爱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上帝吗? 于是他对那人说, 起来, 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我这人就是你, 那是谁。 我这人说, 我的信号肯定是有勇阿尔美, 我这人算了。 这个人是你, 那是你的, 我现在最想要也和我愿意。 你这人不想要注射一关, 你的信号肯定会掉得神轻是真是有这个人。 那是怎么办? 我这人是不航力的灯体的存抑, 我们是他们说你, 是什么人不太正方, 你这人就不会想要出發生日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利塞人问 上帝的国何时来到 耶稣回答 上帝的国来到 不是眼睛看得见的 人也不能说 看那在这里 或说在那里 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他又对门徒说 哪些日子将到 你们渴望能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 却看不见 有人要对你们说 看那在那里 或说看那在这里 你们不要出去 也不要追随他们 好象闪电从天这边一闪 直照到天那边 人子在他的日子也要这样 可时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所弃绝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 人又吃又喝 又取又嫁 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同样 就像在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 又买又买 又耕种又建造 到罗德离开 所多玛的那日 有火与硫黄 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在那日 人在屋顶上 东西在屋里 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 也不要回家 你们想想罗德的妻子吧 凡想保存性命的 要丧失性命 凡丧失性命的 要保存性命 我告诉你们 在那一夜 两个人在一张床上 一个被接去 一个被撇下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一个被接去 一个被撇下 门徒说 主啊 在哪里呢 耶稣说 施首在哪里 应也会聚在哪里 奴家福音 第十八章 耶稣对门徒说了一个比喻 为了要他们常常讨告 不可灰心 他说 某城有一个官 不惧怕上帝 也不尊重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 尚到他那里 说 我有一个冤家 求你给我身冤 他狠狗不受理 后来心里说 我虽不惧怕上帝 也不尊重人 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他身冤罢 免得他上来苟前我 主说 你们听者不易的官所说的话 上帝的选民 昼夜呼吁他 他岂会延迟 不给他们身冤吗 我告诉你们 他狠快就要给他们身冤 然而 人子来的时候 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向那些自以为意 而藐视别人的人 讲了这比喻 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瑞利 法利赛人独自站着 自言自语地讨告说 上帝啊 我感谢你 我不像别人勒索 不疑 奸淫 也不像这个瑞利 我每周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 都献上十分之日 那瑞利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随着空 说 上帝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 被那人倒算为异了 因为犯至高的 必降为悲 至今卑微的 必升为高 有人连婴孩也带来见耶稣 要贪摸他们 门徒看见就贼被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 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女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接受上帝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绝不能进去 好 好 啊 啊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 善良的老师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 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善良的 戒命你是知道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就说 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级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些话就很忧愁 因为他很富有 耶稣看见他很忧愁 就说 有钱财的人 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 骆驼穿过针眼 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忍呢 听见的人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上帝都能 彼得说 看呀 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是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 兄弟 父母 儿女的 没有不在今世得更多倍 而在来世得永生的 耶稣把十二使徒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汗呀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弃弄他 凌辱他 向他吐唾门 并要鞭打他 杀害他 第三天他要复活 这些事 门徒一点也不明白 这话的意思对他们是隐藏的 他们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这些事都说了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盲人坐在路旁讨饭 他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位指指耶稣啊 可怜我吧 在前头走的人就紧避他 不许他作声 他强愈发大声哭 大位指指呀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 吩咐把他领过来 他到了跟前就问他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呀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看见吧 你的信救了你 那盲人立刻看得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给上帝 众人看见这事 也都赞美上帝 他只好 路加福音 第十九章 耶稣尽了耶利哥 要从哪里经过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作税理掌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自认人多 他的身材又矮 所以看不见 于是他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要从哪里经过 耶稣到了哪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 快下来 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都私下议论说 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杀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勒缩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对他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阿巴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由因他们以为上帝的国化要显现 就接着讲了一个比喻 说 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 为要取得皇位 然后回来 他叫了自己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顶银子 说 你们去做生意 直到我回来 他本国的百姓却恨他 打法使者随后去 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 他得了皇位回来 就吩咐叫那领了银子的伯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头一个上来 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定 主人说 好 我善良的伯人 你记在最小的事上中心 你有权并管十座城 第二个来 说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你五定 主人说 你管五座城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汉啊 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 我把他包在手根里存着 我向来盼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的也要去拿 没有中的也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博 我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的也要去拿 没有中的也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存在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大利都取回来呢 于是他对那些站在旁边的人说 把他这一定夺过来 给那有十定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定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哪些仇的 不要我作他们黄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就走在前面 上耶路撒冷去 快到白发奇和白大利 在名叫橄榄山的地方 他打发两个门徒 说 你们往对面穿紫里去 进去的时候会看见一匹奴区 山在那里 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把他解开 牵来 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开他 你们就说 主要用他 被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解开奴区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 为什么解开奴区 他们说 主要用他 他们把奴区 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 搭在上面 扶耶稣骑上 他前进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 铺在路上 他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一大群门徒 因所见过的一切 现能 都欢呼起来 大声赞美上帝 说 洪主明来的皇室应当清重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人群中有几个百利赛人 对耶稣说 老师 执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回答 我告诉你们 若是这些人闭口不舍 石头也要呼叫起来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哪成 就为他哀哭 说 但愿你在这日子 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 不过这事 现在是隐藏的 你的眼睛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要捉起土壘包围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言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 在另一块石头上 因为你不知道你没眷顾的时后 是一块石头上 你忘了 以前是一块石头上 这次是一块石头上 这次是你 石头上 就算你 看到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耶稣一进圣殿 就赶出在里面做买卖的人 报参门说 经常说 我的电是讨告的电 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寮 电是讨论的电 耶稣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 祭司长、民事和百姓的领袖都想杀他 但找不出方法来 因为百姓都侦宜听他 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导百姓宣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长、民事和长老上前来问他说 耶稣回答 他们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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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于是他们回答 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并做这些事 耶稣用这个比喻对百姓说 有人开狠了一个葡萄园 租给园户 就出外远行 去了许久 到了时候 他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 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 园户警打了他 叫他兇手回去 园主打发另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了他 并且侮辱他 叫他兇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伤了他 把他推出去了 葡萄园主说 我要怎么做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许他们会尊敬他 可时 园户看见他 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杀了他 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他们把他 挥出葡萄园外 杀了 这样 葡萄园主要怎么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垂灭那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听见的人说 绝对不可 耶稣看着他们说 那么 经上记着 将人所丢弃的石头 已作了防国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跌在瓦石头上的 一定会跌得粉碎 瓦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压得欺烂 文士和祭司长 看出这比喻 是指着他们说的 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 指示惧怕百姓 于是他们窥探耶稣 打发奸细装作好人 要在他的话上找把柄 好把他交给总督处置 奸细就问耶稣 老师 我们知道你所讲 所教的都很正确 也不看人的面子 意思诚诚实实 传上帝的道 我们纳粹给海撒 合不合法 耶稣看出他们的鬼诈 就对他们说 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 这帐或这名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海撒的 耶稣说 这样海撒的归海撒 上帝的归上帝 他们无法当着百姓 在他的话上找到把柄 又因他的对答而惊奇 就闭口不言了 有些杀都个人来见耶稣 他们说没有复活这回事 于是问耶稣 老师 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后来那夫人也死了 那么在复活的时候 那夫人是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耶稣说 这世代的人有娶有嫁 唯有配得雅要来的世代 和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和天是一样 既然是复活的人 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 莫世在经激篇上就指明了 他称主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而是活人的上帝 因为对他来说 人都是活的 有几个民事说 老师 你说得好 以后 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了 耶稣对他们说 人们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呢 诗篇上大卫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作你的脚踪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 众百姓听的时候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民事 他们好穿长袍走来走去 喜欢人们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宴席上的手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作狠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惩罚 路加福音 第二十一章 耶稣抬头观汉 见财主把捐汉 投入圣殿银库 又见一个穷寡妇 投了两个小钱 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更多 因为众人都是拿有余的捐献 但这寡妇虽然自己不足 他把一生所有的都投进去了 有人谈论 圣殿是用尾舍和供物装饰的 耶稣就说 他们问他 老师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些事将临到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又说 事后近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当你们听见打仗和动乱的事 不要惊惶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发生 但终结不会立刻就道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将有大地震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但这一切的事以前 有人要下手拿你们 迫害你们 反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关在监侣 又为我明的缘故 拉你们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 但这些事 终必成为你们作见证的机会 所以 你们要立定心意 不要预先考虑怎样身辨 因为我必欠你们口才和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 博不倒的 连你们的父母 兄弟 亲族 朋友 也要把你们交给官府 你们中间 也将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憎恨 然而 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 你们凭着坚忍 就必保存性命 当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 他成为荒谋的日子近了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 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 不要进城 认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要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在哪些日子 怀孕的和哪孩子的就苦了 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 也有愤怒临到这百姓 他们要倒在都下 又被劳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浅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 日月星辰要显出预兆 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 而黄黄不安 人想到哪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云不附体 因为天上的万丈都要震动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 带着能力和大荣耀 嫁云来临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救熟的日子近了 耶稣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 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树叶一掌出来 你们看了自然就知道夏天近了 同样 当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 就知道上帝的国近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患没有过去 一切都要发生 天地要废墟 我的话却绝不废墟 你们要谨慎 免得被贪食 醉酒 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 如同罗网一样 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 你们要时时警醒 上上其求 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暂立在人子面前 耶稣每日在圣殿里教导人 每夜出城到橄榄山住宿 众百姓清早上圣殿 到耶稣那里听他讲道 《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徐交节又叫如月节近了 祭司长和民事在想发指 怎样杀害耶稣 因他们懼怕百姓 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家略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使徒女的一个 他去跟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 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很高兴 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运了 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徐交节到了 这一天必须宰如月节的羔羊 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 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如月节的宴席 好让我们吃 他们问他 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耶稣说 你们进了城 会有人拿着一罐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对哪家的主人说 老师问客房在哪里 我和我的门徒要在哪里吃如月节的宴席 他会带你们看一间摆设齐全的楼上大厅 你们就在哪里预备 他们去了 所看到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如月节的宴席 时候到了 耶稣坐席 使徒们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 和你们吃者如月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者宴席 直到他实现在上帝的国内 耶稣接过杯来 祝这了 说 你们拿这杯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上帝的国来到 他又拿起饼来 祝这了 就抹开 第二级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是纪念我 凡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纳的新药 为你们流出来的 但是汉那 那出卖我的人的手 跟我一同在卓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去 但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禍了 于是他们开始互相追问 他们中间哪一个会做这事 门徒中间也起了争论 他们中哪一个可算为大 耶稣说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最大的都要成为最小的 为领袖的都要将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 是坐直的还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坐直的大吗? 然而 我在你们中间 是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试连之中 尚和我同在的 就善你们 我把国斥给你们 正如我父斥给我一样 使你们在我的国内 坐在我的直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牌 主又说 西门 西门 撒旦要得着你们 好西你们像西脈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说 主啊 我已准备好 要同你坐牢 与你同死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 不认得我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 会有钱囊 会有行囊 会有孩子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 没有 耶稣说 但如今 有钱囊的要戴着 有行囊的也一样 没有到的 要买衣服买到 我告诉你们 经上写着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话必须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于我的事 必然成就 他们说 主啊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说 够了 耶稣出来 照常往橄榄山去 门徒也跟随他 到了那地方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于是他离开他们 若有一块石头 涌出去那么远 我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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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将这杯切去 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愿 而是要承传你的旨意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然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非常痛苦焦虑 祷告更加狠切 汗如大血地落在地上 祷告完了 祂起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陷入试探 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 来了一群人 十二使徒之恩 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 接近耶稣 要亲他 耶稣对他说 犹大 你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吗 左右的人 见了要发生的事 就说 主啊 我们拿刀砍好不好 其中有一个人 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右耳 耶稣说 算了 住手吧 就摸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耶稣对那些来找他的祭司掌 守殿官和掌老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 如同对付强盗吗 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 你们不下手找我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 黑暗掌权了 他们拿着耶稣 把他带走 进入大祭司的住宅 彼得远远地跟着 术医生 术医生 被告一刀 其中的 被告一刀 突然 被告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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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 我 被告一刀 被告一刀 是 被告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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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院子中间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当中 由一个侍女看见彼得 面向火光坐着 就定睛看他 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起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你这个女人 我不认得他 过了一会儿 又有一个人看见他 说 你也是他们一伙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若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坚持说 他实在是同那人一起的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正说话之间 鸡就叫了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就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天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看守耶稣的人 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 欲骂他 天一良 民间的众长老 祭司长和民事都聚集 把耶稣带到他们的议会里 说 如果你是基督 就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我若问你们 你们也不回答 从今以后 人只要坐在 权能者上帝的右边 他们都说 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子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若 我们何必再要见证呢 他亲口所说的 我们都亲意听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路加福音 第23章 众人都起来 把耶稣带到彼拉多面前 他们开始控告他船 我们见这人先画我们的国民 今次我们纳稳及海撒 必须自己是基督 是王 彼拉多问耶稣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 先你说的 彼拉多对祭司掌门和众人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但他们越发揭力地说 他煽动百姓 在犹太传地传道 从加利利起 直到这里了 彼拉多一听见 就问 这人是加利利人吗 既知道耶稣属希律所管 彼拉多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 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 希律看见耶稣就非常高兴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早就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看他行些神迹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那些祭司掌和民事都站着 揭力控告他 希律和他的士兵 就藐视耶稣 弃弄他 吸他穿上华丽的衣服 把他送回彼拉多那里去 从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竟成了朋友 彼拉多传齐了众祭司长 官长和百姓 对他们说 你们戒这人到我这女 说他是先或百姓的 看下我也曾在你们面前审问他 并没有查出这人 犯了你们控告他的任何罪 就是希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来 我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所以我要扎打他把他释放 众人却一起哭着说 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造乱和杀人 而下在监侣的 彼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再次向他们说话 无奈他们哭着说 把他释十字架 把他释十字架 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 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 所以我要扎打他把他释放 他们大声吹逼比拉多 要求他把耶稣钉十字架 我扎打他 我看你了 他们的声音终于得胜 比拉多这才照他们的要求定案 又把他们所要求的 那因作乱和杀人 而下载监女的人释放了 而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他们的意思处置 他们把耶稣 带去的时候 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 从乡下来 他们就拿着他 把十字架割在他身上 叫他背着跟在耶稣后面 草语 有很多百姓跟隨耶穌 其中有好些婦女 為他豪肚痛哭 耶穌轉身對他們說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為我哭 要為你們自己和你們的兒女哭 因為日子將來 人要說 不生育的 未曾懷人的 和未曾捕予孩子的有福了 那時 人要向大山雪 倒在我們身上 向小山雪 遮蓋我們 他們若在樹木青綠的時候做這些事 那麼在枯乾的時候將會怎麼樣呢 另外有兩個凡人 也被帶來和耶穌一同處死 … … … 注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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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快 啊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毒楼地 他们就在那里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这时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士兵就抽签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寒 官长也嘲笑他 说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是上帝所拣选的 救救他自己吧 同时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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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耶稣上方有一个牌子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士兵也弃弄他 上前拿草送给他河 说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救救你自己吧 救救你自己吧 Dios 祈祷 童丁的犯人中有一个祈祷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 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是一样受认的,还不怕上帝吗? 我们是应得的,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 但这个人没有遭过一件不对的事 他对耶稣说 耶稣啊,你进入你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跟我再落缘旅了 那时大约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钟 太阳变黑了 电的万子从当中列为两半 耶稣大声哭着说 父啊,我将我的灵 交在你手里 他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伯父长看见所发生的事 就归荣耀给上帝,说 这人真是个义人 聚集观看这事的众人 见了所发生的事 都随着空回去了 所有与耶稣熟悉的人 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 都远远地站着 看这些事 有一个人名叫约是个义人 为人善良正直 却没有服从别人的所谋所为 他是犹太的阿利马太成人 素上盼望着上帝的国 这人去见彼拉多 请求要耶稣的身体 请求要是个义人 他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作岩移成的坟墓里 那坟墓从来没有撞过人 那日是预备日 安息日快到了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香菇 在安息日 他们遵照介命 安息了 路加福音 第二十四章 七日的第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 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指示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为这事困惑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妇女们非常害怕 就腐腐在地上 那两个人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要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的 他说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于是他们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把这些事告诉使徒的 有末大拉的玛利亚 约安娜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跟他们再一起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 比得起来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跑到坟墓前,撫身旺旅汗,只见细麻布,就回去了,因所发生的事而心里惊奇。 同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二晚五师,来耶路撒冷约有十一公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 正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和他们同行。 可视他们的眼睛模糊了,没认出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一边走一边谈,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楼巴的回答, 你是在耶路撒冷的旅客中,唯一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的人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算那撒冷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中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 祭司掌门,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戒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这些事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天了。 患有,我们中间的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去了坟墓,不见他的身体,就会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了天事显然,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发现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 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作要解释。 他们走近所有去的村子,耶稣好将还要往前走,他们却强留他说, 事后晚了,天化黑了,请你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要和他们住下。 坐下来,和他们用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 祝福了 抹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开了 这才认出他来 耶稣却从他们眼前消失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在我们里面 岂不是火热的吗 于是他们立刻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看见十一个使徒和与他们正在一起的人 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活了 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 于是 两个人把路上所遇到 和耶稣抹柄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片 正说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云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惊恐不安 为什么心里起而惑呢 你们看我的手和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摸我 看 因为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他就把手和脚 吸他们汗 他们还在又惊又喜 不敢相信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吸了他一片烤鱼 他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吃了 在他们面前吃了 看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笑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全悔改 使罪得赦的度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成女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面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出来 直到百大尼附近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降下来 能登上来 能寻找到你 和能给你 舒迷 那本事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就拜他 带着极大的喜乐回耶路撒冷去 尚在圣殿里清重上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